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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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小猪佩奇 这是第二段视频 散开一下 看一下 这一个月有买了什么新东西呢 第一个 橡皮糖 第二个 凤爪 第三个 蝴蝶粉 第四个 牛桃干 第五个 紫薯面 第六个 小金瓜 第七个 柿饼 第八个 通心粉 好 接着抽成空 首先第一个就是湿饼 然后把它打开盖子 平整地放进 蒸空枪内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 放下盖子 选择干物 然后 蒸空敷口 放下盖子 下了三升 打开它 完成 第二个 橡皮糖 哇 这一包真的好小巧 又好漂亮 带出去 带出去少女心满满的 第三个 通心粉 蒸空封口 好 好了 新鲜世界盘 真空保鲜机 你值得拥有 第四个 凤爪 所以要选 选带湿物的 因为这个是湿物 所以选湿物 镜头推荐一下湿物 稍微放出来一些气 好 选择标准 这里标准 然后蒸空空口 以后 在炸空间 三箱之后可以打开啦 OK 一丝个蝴蝶粉 刚刚冲出来一些空气 把一些水分擦掉 水分是不会进入到我们其他的 我们这里有个真空枪 通门是存放水分有份的 就是把空气吸出来之后 我们会把一些油分水分排到这里 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 倒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不要忘记选择干物哦 干物 要软 然后就将空吹烤 然后就将空吹烤 现在就深入了清脆 看见了没有 这个抽离实在是太大 所以有些都已经碎了 碎了 还在想 不想了 第五个小金瓜 其实像这一种新鲜的话 不建议抽真空哦 但是它可以存放一天左右的时间 因为它会有释放氧气 所以说不建议抽真空 然后真空风口见 还在想 还在想 好实在 这个坡 第七个 第七个 紫薯面 就是家里可以存放一些面条嘛 就是 就很方便的 下了班之后 直接就整厨一下 看这色泽鲜艳的 对吧 我就是买色泽鲜艳的 然后真空风口 接着 好快 破碎的聲音劈哩啪啦了 最後一個了 綠果桃 乾 真空封口 其實像這一種綠果桃都可以充足充放 因為它充換了之後延長3-5倍 然後它又保持原來的味道 特別好吃 一下子又吃不完這種就很耐放 也可以放到真空罐裡 以後會再講解一下真空罐 1-2-3-4-5-6-7-8 今天就8個了 那 新鮮世界牌真空保鮮機 好那我們下期見 拜拜